46. 太陽報 新興課程而先瞭解專業認可 2015年7月12日 港文A.16 本報信 八大院校資助學額每年增崩頭 新推出的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為急需人力資源的特定行業培訓人才 學有社副總幹事吳寶城子 資助計劃的課程涉立建築、園景和飲食等行業 部分屬省有八大資助院校開辦的新興課程 相信可吸引不少有自投身相關行業的考生報讀 但他提醒考生報讀前要了解清楚課程是否符合相關行業專業認可 廚藝及員警競爭激烈吳寶城表示 學生考慮報讀資助計劃的課程時 除了考慮學費壓力較低、主要考慮畢業後的就業前景 而廚藝和員警等課程更屬坊間少有 故競爭亦較激烈、其中高等科技教育學院的 廚藝及管理課程的資助學額僅僅30個 吸引692人報名 即平均23人增1學位 屬競爭最激烈的課程 他又提醒考生 雖然資助計劃的課程多屬職業道向性質 但考生吾好理所當然以為讀書就即刻有牌照或可註冊 報讀前要留意課程的專業認可 有的可能要有一定年資才可註冊 部分指示豁免考執業市的部分考卷 意見 述 考慮 總 我